乱潮是女性最为重要的器官,通过排卵和分泌性激素,帮助女性维持正常的生理代谢和女性特征。 如果乱潮早衰,会引起皮肤粗糙、失眠、月经乱卵、更年期提前的症状。 女性要了解乱潮早衰的诱验,并通过正确的方式预防乱潮早衰。 乱潮早衰的诱因,一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,女性长期熬夜会造成内分泌紊乱,降低肌体抵抗力,不注重健康饮食,经常抽烟酗酒,长期吃希腊刺激食物,缺乏营养,都会不断刺激乱潮,即一引起月经不调,为乱潮早衰埋下伏笔。 二遗传,家族女性有料潮早衰病时,或有染色体异常情况,都会将网潮早衰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。 三不良情绪,女性面对压力容易情绪波动,如果不能及时调整,会引起紧张。 由于,愤怒到不良情绪,影响内分泌水平,导致免疫活性物质的分泌减少,引发月经不调,卵潮早衰。 四环境因素,女性因为工作需要长期接触素量,散角制品,或周围环境就杀虫剂,香烟等,都会影响生殖系统健康, 诱发卵潮早衰,五过度减肥,女性为了苗条身材,通过减肥药,节食等不健康的方式减肥,造成减肥过度,脂肪含量皱减,会依致磁激素的合成,导致磁激素含量降低,进而引起月经不调或壁经,干扰卵潮功能,诱发卵潮早衰,六疾病,药物因素,女性若有免疫性疾病, 会导致生殖细胞被错误杀死,加速卵潮的萎缩,有年是患过腮腺炎,也容易并发卵潮炎,破坏卵潮功能,另外女性接受放化疗的,长期支配孕药,也会带来副作用,诱发卵潮早衰,其女性在月经和婚育时,女性月经初潮时间过早,月明过大,会较早出现卵潮早衰, 另外,女性平凡的取卵醋卵或做人流手术,都会影响内分泌水平,吃卵潮受损,诱发卵潮早衰等妇科疾病,如何预防卵潮早衰? 一,女性要独觉熬夜,保持每天8小时以上的充足睡眠,要少吃希腊刺激和生冷的食物,建议多吃蔬果,鱼虾和牛奶,可以促进雌激素的分泌,预防卵潮早衰,二运动可以促进血液流动和循环,加快新陈代谢,调节类分泌水平,燃烧脂肪,建议女性多参加慢跑,瑜伽等优氧运动, 可以健身小吃,改善卵潮功能,三女性面对压力的时候,要学会自我调节,不要过度的压抑,因通过正确的方式释放压力,并保持乐观的心情,女性要爱护卵潮,不要吃太多避孕疗和止痛药,要避免人流手术,同时适时生育,有助于延缓排卵的周期,防止卵潮早衰,建议定期提前, 今早发现卵潮疾病,并在第一时间得到,卵潮早衰会使女性过早衰老,还会影响健康,所以女性有必要了解卵潮早衰的诱因,并积极的预防卵潮早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